杨贵妃和安禄善嬉闹,无意间发明了这一东西,说起来让人害羞。 汉皇众色丝倾过郁语,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,仰待身归人为十天,生力至男自弃,一招选在君王侧,回眸一笑百妹生,六公粉带无颜色,一手长恨歌倒,尽了杨贵妃的一生,大家都知道,她是一个美女被称为是四大美女之一,不过对她的死亡真相,一直都是个谜。 曾经她嫁给了寿王礼貌,后来被公公给看上了。 李隆基又纳了杨玉环为贵妃,据说这个杨贵妃和当年的武贵妃有些相像,于是她就成为了一个替代品人人羡慕的爱情故事,最终也只是这样这么一位大美女李氏父子也是真的爱过,她把当年的马为坡兵变,因为李隆基的一个肝儿子叫做安洛山发动了兵变,要抓了杨国中等人,就是杨贵妃的家人, 于是有了后来的杨妃之死,在历史中杨贵妃不仅长得好看,还有才华可以说是真,机智的代表呢,除了之前说的能格战武之外,她还发明了一样东西男女都能,用至今说起来还很是令人害羞,那就跟刚刚说的安洛山有关,她是李隆基的,肝儿子自然就是杨贵妃的肝儿子,这个安洛山为人机灵聪慧, 所以杨贵妃就很喜欢她经常在唐太东盲正事的时候,安洛山就打着陪伴母亲的口号,进宫,去逗杨贵妃开心,后来有一次两人嬉笑,打闹的时候,安洛山不小心抓伤了杨贵妃的胸口, 两个人都想换了这一条事长,皇上知道了简直就是死路一条,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杨贵妃就用了一块江南进贡的丝绸,做成一小块遮羞布挡在胸口,这样就挡住了伤口还有些欲漏害羞的状态。